当播足球快讯我是李诗盈 2020年12月1日 曼城冲击波图 Esports SEC等于0 4.Epos 星期三凌晨,欧冠杯分组赛第五轮全面打响 其中C组有一场重榜对决 蒲超豪门波图主场迎战英超豪门曼城 这一场较量,对主队来港意义非凡 除了是要部首回合的一战之仇外 只要金仗拿到份数即可提前进级 反观曼城欧冠头四战保持全胜 已经提前出线 但从近期表现来看 蓝月亮赢波含金亮还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主帅哥迪奥拿肯定 不会放弃欧冠的连胜机会 这样的形势之下 这场强强之争有着更多可能性 上赛季力压宾飞加拿到蒲超冠军之后 波图这个赛季首要目标自然是遗免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那就会是球队自2012年以来 首次在联赛中拿到两连贯 不过他们的头号敌人士勃停 目前经意以七胜一和优异成绩 领先自己七分棋在蒲超首位 这样对双线作战的波图来讲有不少难度 与此同时 大敌当前 波图必须将重心转移到欧冠备战上 毕竟今次是他们在缺席一年后重返欧冠 而且只要在这场强强对战中拿到分数 球队就可以提前进级16强 重要性不言而遇 虽然首回合对阵曼城 波图下半场遭到对手强烈反击 城门连连失手 但球队金仗将仪斯主场作战 球员免去长途拔涉带来的体能问题之余 波图近期主场战斗力十足 固然令沙治奥奥利华拉 同埋奥达维奥和等攻击手带来利好 除此之外 波图最近状态同样令人惊喜 各项赛事拿到四连胜 所以金仗迎战曼城 波图势必全力以赴 在阵容方面 中场估计金仗停赛 还有门将麦巴耶和后卫拍比等人 因相忧战 新赛季 曼城的开局开得不是那么好 应超赛场统治力大不如前 开局八场紧紧拿到三胜三和两副的战绩 一度令主帅哥迪奥拿 创造个人职业生涯同期最差成绩 好彩上伦联赛中 凭着马列斯 费兰托里斯和迪布尼出色发挥 五球赠送搬尼同时止住了颓势 同时还避免了给哥迪奥拿 延续烂到极的执教成绩 同应超飘忽的状态相比 蓝月亮在欧冠赛场的表现就出色得多 头四战全部取胜 而且贡献十个入球紧失一球 攻守两端发挥极为出色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曼城近期赢球含金量不多救 以最近六场比赛为例 面对热刺 利物普基本是被对手压住来打 仅能从实力平平的球队身上 稳到存在感 这个不难令人想起一个诚语 欺软怕硬 所以金像面对普超豪门 就是他们的证明之战 基于蓝月亮欧冠方面 没有太大危机感 防守同进攻两个方面来讲 好大能会以进攻为主 这个就需要加比尔謝撒斯 迪布尼 菲尔科顿和史特宁等攻击手 担当更多进攻责任 只要率先打开局面 曼城金像客场才有机会完成 杀对手的可能性 在阵容方面 前锋亚古路因伤缺阵 多谢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 杀对手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